由于太子杨勇任性率直随心所欲 处处不得隋文帝夫妻的喜欢 而隋文帝的二儿子晋王杨广 则循规蹈矩少年老成 这使得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感情天平 不由自主地向杨广惊醒 甚至隐约流露出一点要更换太子的意思 这让杨广非常动心 但是他也知道 费力太子是一件大事 绝不是仅靠父母的感情倾向 还必须得有强大的势力支撑才行 那么他到底会寻求怎样的势力支撑呢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上部 第22集 杨广结盟 我们知道改立太子 既关系到他们家庭的前途 又关系到国家的命运 所以来自家庭和朝廷的支持 那就是必不可少的支持 一定在这两方面都得有人给自己说话才成 那在家庭内部到底让谁来给自己说话呢 杨广啊 把这突破口就选在母亲独孤皇后身上 为什么要选独孤皇后啊 因为独孤皇后不仅是六宫之主 而且在政治上对隋文帝的影响力非凡呢 独孤皇后在政治上影响力大到什么程度 那可不是我们一般设想的皇后吹枕头风的问题 独孤皇后是实实在在跟隋文帝一起上朝的 这个在隋书里有非常明确的记载 说每次隋文帝上朝的时候 独孤皇后必定成年 就是坐着轿子陪同前往 但是呢 送到为止 他绝对不进朝堂 不过独孤皇后虽然不进朝堂 人不在朝堂上 心可一直在朝堂上 怎么样才能保证人不在朝堂 心还在朝堂 他会派小宦官在朝堂里 监听隋文帝处理公务 随时向他汇报大臣的上奏和隋文帝的批示情况 一旦他觉得哪里有不妥之处 就立刻派宦官传话 把他的意思带过去 那在一般情况下呀 隋文帝也都会尊重他的高见 所以即使在当时 一般人也根本就难以分清 什么决策是隋文帝做出的 什么决策是独孤皇后做出的 那就是两个人共同做出的 所以当时宫里头人就管他们合称二圣 那我们一听这个名词大家有印象了 唐朝的时候 唐高宗和武则天不就合称二圣吗 没错 唐高宗和武则天合称的二圣名气很大 但是那是翻唱了 人家原创在独孤皇后这呢 不过呀 虽然都是合称二圣 独孤皇后跟武则天可不一样 尽管他也热衷政治 但是呢 他的价值观是比较正统的 没有武则天那么强烈的个人业心 咱们随便举一个例子 独孤皇后不是影响力大吗 当时有好多大臣想巴结他呀 有一个大臣就上奏说了 根据周礼 百官之期的这个命妇头衔应该是由皇后来授予的 所以现在请从您这个时候起恢复古制 以后每次啊 再来任命这个命妇就由您来扶负 这什么意思呀 很明显嘛 这是想给独孤皇后找一个出风后露脸的机会 那如果是武则天的话 一定会没开眼笑的接受啊 没有机会还要制造机会的 但是独孤皇后可不一样 独孤皇后不仅没有顺杆爬 反倒一口拒绝了 他说呀 以妇人育政或从此见不可开启原因 什么意思呢 如果让皇后来册封命妇的话 我恐怕妇人以后会开了从参与国务活动的口子 那发展到后来就会甘权乱政 所以万万不可 也就是说啊 他意识到册封内外命妇 这是个擦边球啊 你既可以说它是妇女活动 又可以说它是国务活动 但是啊 不管怎么样 这个事情比较敏感 独孤皇后说了 我也没这份野心 我也不打这种擦边球 就这样呢 他一方面积极为隋文帝贡献他的政治才华 另一方面则是牢牢的把握尺度 甘心情愿做幕后英雄 那这样的皇后隋文帝能不喜欢吗 两个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讲一个浪漫的事情 根据史书记载 每天早晨上朝的时候 不是隋文帝 不是独孤皇后把隋文帝送过去吗 那每天晚上退朝的时候 独孤皇后必定早早等待朝堂门口 两个人是同返艳琴 相顾欣然 两个人一块坐车回去 在车上 你看我一眼 我看你一眼 彼此看怎么都那么好呢 这样的事啊 即使到今天啊 我们还是觉得非常难得 非常让人羡慕 三十年如一日保持蜜月状态啊 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想找一个能够影响隋文帝的人 你不找独孤皇后还想找谁啊 那这样看来的 杨广选择独孤皇后 作为突破口是明智之举 问题是怎么打开这个突破口呢 杨广是聪明人的 他知道啊 面对独孤皇后这样睿智的女性 你跟她玩智谋是不行的 要想从她这打开突破口 只能靠感情 靠母子亲情 怎么样来啊 做出这个母子亲情来呢 我们前面讲过 平定江南之后啊 杨广就担任扬州总管了 那在太子的原妃去世之后不久呢 杨广回京请亲的假期也到了 应该重返扬州了 那在回去之前 他就到宫里来 找独孤皇后辞行 一见到母亲 杨广就跪倒在地了 然后就说呀 臣镇手有限 方伟颜色 臣子之恋 时节于心 一词接踏 无由侍奉 拜见之期 杨广为日 什么意思呢 我呀 假期结束了 我该回去工作了 一想到 又要有好长时间 不能看到您慈祥的面容 我心里就难受啊 说完就呜呜呜呜 然后趴在地上 做出一副难受的都起不来的样子 那我们觉得这事做的有点过了 有点假 可是 古今中外 哪有一个母亲会怀疑自己儿子 对自己的感情有加呀 那独孤皇后也是很受感动啊 潜然泪下呀 说辱在方镇 我又年老 今者之别 有切尝 说是啊 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赴任了 我如今又老了 老到什么程度 其实独孤皇后那年刚四十岁 但是在古代 这算是老了 咱们俩隔得那么远 所以我也舍不得离开你 江广一看 感情气氛已经营造的差不多了 赶紧就开始告状了 他说啊 《臣》 臣庆时于下 常守平生 »宽帝之意》 不知何罪 »师爱东宫« 恒欲圣怒 欲加图现 每孔禅剑 生于投注 镇毒 欲于杯勺 适用 秦幽纪念 拒律威望 什么意思 他说 我之所以今天这么伤心 除了不舍得离开您之外 还有一个缘故 就是我一直老老实实的做人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把太子给得罪了 最近他看见我就咬牙切齿 杀气腾腾 我真害怕我一离开京城 他就到您和父皇面前进我的谗言 我更怕他干脆派人给我投毒 所以一想到这个 我就忧心忡忡 真害怕离开您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到您的时候 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那我们知道 独孤皇后一直怀疑 儿媳妇原氏 是被太子杨勇给毒死的呀 现在一听二儿子 自己最钟爱的二儿子杨广 也提到害怕被大哥投毒 这就一下子触到他的心事 他的怒火就爆发出来 他说呀 县帝法见不可耐 我为一所的原家女 望龙基业 经部闻作夫妻 专宠阿云 谁有如许臀犬 前心腹本无病痛 忽耳报亡 遣人投药 致死妖事 事已如是 我亦不能穷治 何因赋予辱数 发如此意 我在上尔 我死后 当鱼肉乳乎 每次东宫经乌正敌 至尊千秋万岁之后 前儒等兄弟 向阿云而前 再败问讯 此事极许大苦痛也 什么意思呢 早期白话文 咱们也得解释解释 他说呀 县帝法 县帝法是杨勇的小名 说县帝法这孩子呀 越来越让我受不了了 我本来好好的 替他娶了原家的女儿 指望着他们两个 能够兴家立业的 没想到他对人家不理不睬 却专门去宠爱那个阿云 还跟他生了那么多猪崽子 高崽子 谁有如许囤犬 有那么多猪崽子 高崽子 那前几天 我这个原氏儿媳妇 本来一点病都没有 忽然就死了 还不是他杨勇派人投毒 才导致的吗 但是事已至此 我也没法深惊 没想到 没想到 他又想在你这 干同样的事情 我在 他尚且这样对待你 要是有一天我不在了 还不知道他要怎么作践你们兄弟几个 我每每一想到东宫居然没有一个出身好的后代 还要让你们兄弟在至尊 在皇帝陛下千秋万岁之后 对着阿云生的那些狗崽子跪拜称臣 我的心里就不知道有多痛苦 说完这些话 搂着杨广哭成一团 那这样一来 杨广知道了 自己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母亲现在心已经完全被他征服了 有母亲帮忙 后宫这边不用他操心了 杨广凭借自己高超的演技 赢得了独孤皇后的信任 这当然是一大胜利 可是在古代 费力太子不仅是家庭大士 还是朝廷大士 光有母亲支持还不够 还得有大臣们的支持 那么在大臣这边 谁会支持杨广呢 那我们可以先分析啊 当时的朝廷情况 我们前面讲过 隋朝初年的时候 朝廷里说话最管事的 是所谓四贵啊 就是高炯 苏微啊 于庆泽 还有杨雄 但是到了开皇十年平臣之后 这个四贵的格局就变了 杨肃的地位迅速穿升 与此同时 苏微也好 杨雄也好 于庆泽也好 他们的地位就逐步下降了 所以啊 到这个时候呢 朝廷里说话最管用的 就是两个人 一个是高炯 另外一个是杨素 如果这两个人 能够支持他杨广的话 杨广的事就算办成了 问题是这两个人 会不会支持杨广呢 我们可以先用理性 帮杨广来分析一下 先看高炯 有没有可能支持阳广 那有可能 为什么呢 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高炯为人正派 不太会参加这样的阴谋轨迹 第二点 高炯已经是首席在相 位极人臣了 他参与这样的阴谋轨迹 也不能得到什么好处 那他何苦去冒这个陷 第三个理由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 高炯的儿子 娶的就是太子杨勇的女儿 所以高炯和杨勇 那是亲家关系 他没有理由 不帮着自己的亲家 反倒去帮助别人 所以高炯这块 看来是不行 那高炯不可能 杨素有没有可能 杨素就比较有可能 为什么呀 第一点 杨素这个人呢 是属于财大于德的人 喜欢做骑士 建骑工 敢于冒险 但是原则性不强 这是一个可理理由的人 那第二点 跟高炯相比呀 杨素在政治上 还是有上升空间的 所以呢 确实可以用权力 来拉拢他 那我们这样分析 杨广当时肯定也是这样分析 所以拉拢的重点 就放在杨素身上 问题是呢 图谋费地 这是一个可能掉脑袋的事情 怎么样才能让人家杨素 同意入伙呀 杨广离开京城 回到扬州之后 马上就去找一个人了 他找的这个人是谁呢 找的这个人叫宇文树 宇文树又是何许人呢 宇文树也是隋朝明教 在这个平臣战争之中 也是参与了到 所以呢 算是杨广的下属 杨广在战争期间就发现 这个人不错 头脑非常灵活 所以呢 战争之后就把他留下来了 作为寿州刺史 放在自己扬州旁边 其实呢 也就算让宇文树 做了自己的狗头军师了 那现在他来找这个宇文树 自己这个情况 自己的梦想 都跟这个宇文树 和盘托出了 那宇文树怎么回答他呀 宇文树说呀 宿之谋者 唯其帝约 树雅之约 请朝经师与约相见 共图费力 什么意思呢 您的军师是我 杨肃的军师 是他弟弟杨约 杨约这个人性格诡诈 杨肃啊 什么都听他 所以呢 如果你想说服杨肃的话 必须先要说服杨约 而我宇文树 我跟杨约 那还是朋友呢 我们俩关系很熟 所以请您把我派回京师去 我先在杨约那打打注意 哎 杨广一听 好事啊 这么快就建立联系了 所以赶紧打点宇文树返回京城 给他搜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 还有扬州的土特产 让他去活动去 那宇文树一到大星城 就开始琢磨呀 怎么样才能拉这个杨约下水呢 那我们也知道 一般来讲拉人下水 最常用的手段不就两个吗 一个金钱 另一个美色 那在杨约这儿啊 美色就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杨约小的时候淘气爬树 不小心摔下来了 直接摔成一个宦官 所以对美色免疫 对美色免疫 那就用金钱来打动他吧 怎么打动他呢 这个宇文树啊 回到京城之后就请杨约吃饭 吃饭的时候呢 把从扬州带来那些宝贝就摆在桌子上了 杨约这个人很贪财 一边吃 一边就嫖那些宝贝 约树一看有门 就跟他说了 看得出来 您挺喜欢这些东西的 这样吧 咱们赌一场 就拿这些珠宝作为赌注 谁赢了 这珠宝贵谁 杨约一听 行啊 赌吧 一赌 谁赢了 不用猜吧 肯定是杨约赢了 杨约赢了 珠宝贵他了 很高兴 那赌徒就是这样啊 只要一赢就上瘾 从此之后都不用语文术约了 人家杨约天天就往他们家 自动自觉的跑 那这个每次都赌嘛 赌来赌去 这个宝贝啊 一件件一批批 都跑到杨约他们家里去 赢到最后啊 杨约自己都赢得不踏实 而且呢 也赢得不好意思了 怎么办呢 回请一下人家语文术吧 席间呢 就提到那些宝贝 这时候 宇文术可说话了 说此晋王之赐 令术与功为欢乐 说你以为我有那么多宝贝吗 你别做梦了 这都是晋王他赐给我的 是晋王让我拿这些宝贝啊 来跟您一块欢乐欢乐 那杨约一听 马上意识到问题严重了 赶紧就问 晋王为什么要这样做 哎 这之后宇文术就要跟他讲道理 宇文术说呀 自古啊 有本事的人都会啊 这个趋利避害 为此要做点什么不地道的事情 其实也是很正常的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跟杨约你这样说呢 是因为我想到你们哥俩了 你们兄弟俩呀 现在都是大官 你哥哥杨素那是宰相 你呢 也是大理少卿 都没少给国家办事 可是你们也知道 办事就会得罪人 所以肯定有很多大臣在恨你们吧 另外呢 太子他因为好多事情 不能随心所欲 恐怕也会迁怒于宰相吧 这样看来 你们两个虽然得皇帝的宠幸 但是被地里想害你的人 应该为数不少吧 而且这些人 势力也还不小吧 你们就不害怕了 何况皇帝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 一旦哪天他升天而去 你们那时候再找谁来庇护呢 是不是处境就非常危险了 如果你们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话 我倒替你们考虑到了 而且呢 还想给您知一招 知一招什么样的东西呢 您也知道 如今的太子呀 很不讨皇后喜欢 皇帝也颇有换人的打算 只是还没有决定下来 而您哥哥杨素跟皇帝那说得近话去 如果您能劝您家哥哥在这时候游说皇帝 让他改立晋王的话 那我们王爷一定会铭记您的大恩大德 那事成之后 我们晋王当了皇帝了 您不就等于给自己找了一把新的保护伞了吗 说话说 一味鱼儿筹谋 物领可而绝境 您好好考虑考虑吧 那杨曰怎么考虑啊 他本来就拿人家手段呢 再听宇文树分析的入情入力 头头是道 他也就认可了宇文树的意见了 回家之后 就把这意思原原本本跟杨素说了 而且特别还向杨素保证 独孤皇后是知道 也是支持这件事的 为了谋求太子之位 杨广真是费尽心急 为了能够结交大臣杨素 他甚至不惜拘现救国 用大量金钱 从杨素的弟弟杨约身上打开血口 那么 当杨素的弟弟杨约 向他说出这件事情时 杨素是什么反应呢 那杨素听他弟弟杨约这样讲 他是什么反应 随书的记载啊 说杨素是扶长大笑 说还是你聪明 我没想到的 你都想到了 就这么办吧 那可能有很多朋友就要怀疑了 这么掉脑袋的事情 杨素答应的就这么痛快 他怎么不怕呀 他怕 杨素跟任何正常人一样 肯定是怕死的 问题是他的动力太大了 都把他那个害怕给掩盖掉了 他的动力是什么 权力 杨素当时是什么人呢 我们讲过 当时朝廷里说话最管用的 就是他和高炯两个人 其中高炯是老大 他是老二 如果维持现状的话 以后太子杨永接班当皇帝 自然是跟高炯关系更亲近 那高炯还是老大 他这个千年老二 那就要当到底了 如果他帮助杨广夺得太子的位置 那自然他就是太子的首席功臣 以后在新的王朝 他就成了朝臣之兽了呀 杨素是一个功名心很重的人 对于这样的诱惑是很难抵御的 所以呢 他决定何淑去了 就去挺一下晋王阳广 挺他就等于挺自己 不过呢 杨素也是老谋深算之人呢 虽然说愿意赌一把 但是没有摸清楚情况之前 他也不想贸然行动 他要摸清什么情况 杨素当时最想摸清的情况 就是独孤皇后的态度 没错 无论是云术游说杨曰 还是杨曰游说他 都说独孤皇后是赞同此事的 但是那必定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话 可信不可信呢 他得亲自去验证才放心 怎么验证 没过几天 皇帝给他机会了 隋文帝阳间举行宴会 招杨素试验 那杨素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接近 独孤皇后啊 席间呢 他就从从容容随随随便便的跟这个啊 独孤皇后说了一句 晋王孝帝公俭 有泪至最 说晋王这个人呢 又孝顺又有爱 又恭敬又节俭 怎么跟皇帝一样 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巧妙 说儿子像爸爸 这是说到哪都不犯忌讳的事 所以呢 永远不要怕 这句话被人抓到把柄 但是与此同时 在独孤皇后的五个儿子中 不提别人 单单提晋王 跟爸爸 跟皇帝很像 那就有微妙的试探之意 那面对他的这种试探 独孤皇后是什么反应 独孤皇后的反应啊 特别直截了当 他流着眼泪说呀 您说的真对呀 我这儿子确实孝顺 每次听说我或者是皇帝派人到他那去 他必定都走到扬州的边上去迎接呀 而且呢 每次从京城回到扬州的时候 他没有一次不哭的 那是真舍不得离开我 真孝顺 另外呢 他媳妇也好啊 我每次派婢女去 他都跟我的婢女同亲共识 这样的好孩子 哪像这个县地法和他媳妇阿云呢 这两口子就知道终日坐在那里 让自己吃好喝好 整天就知道亲近小人猜疑骨肉 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 我就担心呢 我这县地法 杨勇把他弟弟阿摩给暗杀掉 那明明白白的就表示自己是喜欢杨广 讨厌杨勇 听独孤皇后这么一说呀 杨肃放心了 马上也亮明太都 跟着独孤皇后就把这太子杨勇给骂了一次 这样一来呢 两个人都有找到组织的感觉了 既然你我这个想法一致 见解一致 目标一致 那我们就一起来把太子拉下马算了 而且呢 独孤皇后还当即赏了杨肃一大笔钱 让他去当活动经费球 就这样一来 老太子挺晋王的集团正式形成 开始活动 在试探完独孤皇后的态度后 老谋深算的杨肃坚定地扛起了反对太子的大旗 直接站到了晋王杨广的队伍里 这样杨广的结盟正式形成 太子撑着他们要捕捉的猎物 那么他们将如何把太子拉下马呢 独孤皇后就利用自己皇后的这个身份 在太子东宫安插了不少的眼线 从此之后呢 太子的一举一动都被他尽收眼底了 他在挑出其中的阴暗面 添油加醋的汇报给隋文帝 让隋文帝觉得这个儿子生活确实是奢侈腐化 与此同时呢 杨肃则是在朝廷立山峰点火 鼓动官员 特别是任职于太子府的官员 也去写检举揭发信 深挖太子在工作方面的事务 一个管生活 一个管工作 一时之间呢 那是内外宣报 过失日本 隋文帝再也听不到 有关杨肃的好话 那与此同时呢 杨广倒是被各个方面 夸成了一朵花一样 这样一对比 由不得隋文帝不动心呢 那太子杨肃虽然说任性 但是他不傻呀 现在一看 宫里朝廷里都这么有人反对他 而父母对他也越来越冷淡 他当然会意识到 自己的地位恐怕有危险 怎么办呢 他也想改变呢 但是人一急呀 脑子就容易乱 杨勇也不例外 他在这种危急情况下 不去想怎么样 检点自己的行为 改变父母的印象 反倒想了一个最最愚蠢的法子 什么法子呢 他去请术士做法了 他请的这个术士叫王府贤 号称是精通天象 此人来到太子府上啊 看看天就说了 白红灌东宫门 太白喜悦 皇太子退废之相应 什么意思呢 我看见一道白红 一直灌通了东宫门 我还看到啊 太白金星把月亮那个位置挤占了 那东宫和月亮就是太子的象征啊 看来呢 你有被废的征兆 其实我们一听就明白了 这哪用看天呢 出门口一打听我就知道了 古往接来骗子都这么骗人的 可是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啊 太子姚勇可没往这想 相反 他觉得这个术士算的真准 既然您算出来了 您就给我指一条生物吧 这王府贤就讲啊 您要是被废的话 那不就是被废为庶民吗 所以啊 您索性主动体验一把庶民的生活吧 您就把自己打扮成庶民的样子 去过一过庶民的苦日子 这样呢 就算是把日后的灾祸 提前给化解了 哎 也要有一天有道理啊 马上在自己的后花园建了一座树人村 村里头盖几个毛草房 铺上草席子 草垫子 每天呢 一下班就穿得破破烂烂 跟叫花子似的 到那草垫子上去坐着去 啊 想要提前化解 被废为树人的灾祸 那么他这样做有没有用啊 当然没有用啊 不仅没有用 反倒有害嘛 因为这是干什么呢 这就叫搞压盛啊 这是古代宫廷里极其忌讳的一件事 果然呢 实际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嘛 他这么一搞 隋文帝很快就知道了 就去派杨肃去了解情况去了 我儿子整天这么疯疯癫癫 干什么呀 派杨肃去调查杨勇 那不就等于派狼去调查杨吗 杨肃高高兴就去了 到了太子府前的 大张旗鼓先派人通报 说我杨肃奉皇帝之命 前来了解情况 请太子做好准备 那杨勇一听说皇帝派的测室都到了门前了 那当然得隆重接待呀 啊 赶紧穿戴的整整齐齐 恭候杨肃 他以为这是说话的事啊 两分钟就到 没想到呢 左等不来 右等也不来 这杨肃干什么去了 杨肃通报完之后 先找地睡觉去 为什么呀 他这是在拖延时间呢 就是不进门 那么杨肃为什么不进门 杨肃这是在激怒太子呢 他知道让太子穿的灌带整齐的 在那干等着 就是等不着人 那太子一定会着急 太子是一个胸无诚服之人 喜怒行于颜色呀 他一急 最后就会转为气 他一气 他就会发脾气 我就等着他对我发脾气 那在外面休息的差不多了 杨肃呢 终于露边了 果然呢 太子一看见他呀 那是眼前火星灌蹦啊 恨不得就把他生吞下去 脸色也变了 说话也结巴了 也没逻辑了 整个答辩过程非常的失败 那人家杨肃回到身边 回到皇帝身边 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 就跟文帝讲了 太子一见到我呀 脸红脖子粗 就对我乱叫乱嚷啊 态度非常嚣张 很多人都可以作证啊 凡是我带过去的人都看见了 现在呀 我已经不担心他怨恨您了 我担心的是 他会不会狗急跳墙 铤而走险呢 所以您防着他一点吧 那隋文帝杨洁一听也害怕呀 啊 马上就把东宫的卫士都换成老弱病残了 让他干不出什么事来 另外呢 还在自己的皇宫和太子的东宫之间 安排了特别岗上啊 隔三五步就站一个卫士在那呆着 对太子是严防死守 那到这个时候啊 傻子都知道了 皇帝这回是动真格的了 恐怕真要换太子 俗话说强倒众人推嘛 这时候不仅宫廷里 朝廷里反对太子的声音越来越大 连术士们都纷纷出动 争相跟隋文帝讲 偏向右边太子应该废除 那我们这样一看呢 就会觉得人家皇后 独孤皇后和杨肃搞的这个反杨勇联盟 非常的成功 废除太子好像是势在必行 不过呀 尽管如此 隋文帝还是相当犹豫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关键人物可一直没表态呢 谁啊 就是老宰相高炯 高炯当时在改宰相岗位上已经干了快二十年了 从建国到治国 没有一件事是他没参与的 对待任何问题 高炯都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但是在太子这个问题上 目前为止 高炯可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那这就让隋文帝很不踏实 那高炯对此事到底持什么态度呢 到开皇十九年的时候啊 隋文帝等不住了 亲自来问高炯来了 有一天呢 他就假装出一副很随随便便的样子 就对高炯讲 有神告晋王妃 阎王必有天下 弱之和 说我儿媳妇晋王妃做了一个梦 梦见神仙告诉他呀 晋王当有天下 爱卿啊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这是非常明确的暗示了 那么高炯是什么反应啊 高炯马上跪到在隋文帝面前了 说长幼有序 岂可废乎 一句话 把隋文帝给顶到着 很明显 老宰相高炯不赞成这件事 而且他说的那个理由 就是长幼有序 很难博到 看起来只要有高炯在 他就不会同意此事 太子的地位暂时就还撼动不得 那么高炯这柄保护伞 能不能一直撑下去呢 请看下集 高炯是隋文帝时期的头号重臣 也是隋文帝和独孤皇后 共同信任的宰相 他为隋朝的建立和发展 都立下了汉马功劳 然而在开皇末期 他具备无情罢官 那么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王茂福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上部 第23集 高炯大象